日本产经新闻全版篇幅 放上安倍晋三前首相的黑白照片 繁体字写着追悼感谢 致敬日本最勇敢的领导人 另一边放上台湾地图哀悼安倍 我们绝不会忘记您 为世界自由民主的奉献 将会继承您的一致 持续推动台日友好 下面署名不仅有公司团体 社团也有个人名义 洋洋洒洒175家各款广告 还比预计的更快达标 本来打算募集两天 募集65家 但是仅仅一天就超过100家 多打电话进来 就是名额已经满了 怀念感恩安倍前首相的热情 是非常非常大的 安倍前首相生前 停台力道不遗余力 台湾人感念在心 也让日本人感动不已 非常感动 台湾人民非常珍惜和日本的友情 另外一个也让感动 就是安倍前首相的魅力这么大 这个广告的效果 对今后这个促进 台日的双方理解 双方的友好 日本政府宣布 将替安倍前首相举行国葬 预计将办在今年秋天 国防政府也将规划派员出席 台湾政府应该派出相当层级的代表性人物 那如果日本政府得变的话 我个人甚至建议 蔡英文总统可以代表台湾到日本 国际部原本就有安排主席访日规划 最了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有访日规划 安倍对台湾的贡献无法抹灭 175家公司团体获个人名义 集资全版广告 追思这位台湾的好朋友 新转成日的朱军台湾报道 好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预计在秋天举行国葬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国民党这边的动作 因为现在国民党这边 对于安倍晋三 到底要不要这样办齐 引发两派的说法 好 朱一伦夹在中间 是不是有点左右为难呢 我们要请教廷辉老师 因为现在外传 朱一伦在8月 也会到日本参加安倍晋三的国葬 好 那到底要不要去呢 如果你去的话 那申兰军会不会反对呢 现在国民党副秘书长王玉民 赶快说 是不是要举办国葬 日本政府还没有决定 如果要举办的话 会在讨论出席人选 这个意思是帮朱一伦动 他还不一定要去吗 这个日本政府现在 大致上朝乡要办国葬的方向去进行 时间上大概可能就是在9月 不是8月 所以朱一伦可能要再晚一个月才去 那地点是在日本的五十道馆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 以前很多大型活动都在举办 那我是认为朱立伦逃税了就继续洗下去 你千万不能退缩 你退缩的话 你这个党主席真的是当得不三不类的 这个真的是很懦弱 为什么这么讲 你的党部前面已经 党旗都已经降半旗了 那你今天来讲的话 你已经表达你的立场了 虽然有很多人去跟你抗议没有错 但是你必须要解释清楚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办起 那如果说你要这样办起的话 你接下来又在这个事情上 又做退缩的话 那大家真的会看不起你 所以我是支持 就是说朱立伦 你应该也是 至少应该有自己的想法 作为一个党主席的话 有个想法 能够去 就这个当然找适当的时间去 也不见得在国商的时间 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面 包含你跟日本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说你不是单主 只是要处理对美的关系而已 你未来来讲的话 对台湾来讲安全保障 今天安倍为什么在台湾 受到那么多人的欢迎跟喜爱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对台湾的安全方面 是有贡献的 那什么贡献呢 他至少知道说 自己的日本的国家利益来讲的话 会跟台湾的国家利益 整个切合在一起 那当然很多人要批评说 你是不是军国主义复苏 等等之类的 但是各位要知道 今天是因为中国大陆改变了现状 所以日本他也必须要改变 现在的现状 假设今天中国大陆 温柔的像一只兔子一样 谁会想要跟中国大陆 来做这样子的战争的对抗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 因为他苏醒了 他因为大家知道说 他说是一头睡醒的狮子 那狮子来讲 长相就很可怕了 不是吗 他不用睡醒 大家都会很害怕他 所以当他睡醒之后 当然很多国家都必须要来做 同样的事情来反制他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安倍的这个立场 完全没有改变过 对台湾的乡庭 我相信现在这几天 大家都可以在不管是在交流协会 你看到那么多人去质疑 或者是在日本的东京本部 那么多人质疑 或者是说在这个媒体上面 有多少人刊登广告 都来表达自己的这样一个质疑来讲的话 我相信国民党可以思考一下 因为大家都一直在讲这件事 把过往来讲 二战结束之后 这个至少国民党跟日本之间 蒋介石跟国民党 也是跟日本之间的一个绵密的关系 那过往这个日本也来协助蒋介石来 进行这个军事方面的一个协助 像白团等等事情 都把过往历史都一个一个翻出来 那说真的 真的跟日本关系最好的 应该是算蒋介石 反倒是后面李登辉总统 或者是陈水扁总统 一直到现在蔡佑总统 还不是真的 因为当时第一个 至少有邦交关系 第二个来讲的话 当时日本的首相岸信介 都到台湾来访问过了 而且当面跟蒋介石 一直在谈论有关于 你怎么协助你反攻中国大陆的 这些相关的问题 那他是站在一个 自由民主的一个价值上面 那当然延续到了安倍晋三 他这样的一个外孙 也延续这样的一个价值观 所以我会认为说 国民党你自己可能要把过去的 把党史馆翻一翻 看一看过往的历史 到底跟日本之间 有什么样的民密关系 特别是跟自民党的关系 有怎么样 好好的做回 这个本来应该 国民党应该做的事情 不要成天到晚 都是想着中国大陆 好 但是感念安倍晋三 这件毫无悬念的事情 在国民党的身上 却变成很会找话题 包括立委沸宏泰 他怎么说呢 好 针对安倍晋三的过世 他居然说 蔡总统才应该为 将近一万个人的家属 这将近一万多人 往生者降伴其才对 你应该第一时间去悼念的 而不是拜登的狗 好 让大家说 废宏泰你这一句话 是指安倍晋三是拜登的狗吗 但现在废宏泰赶快改口啦 说不是不是啦 我记者会上面提到 拜登的狗呢 是指去年六月份 蔡总统在拜登挨到 宠物狗狗的推文下 底下的留言 好 我们要请教任俊哥 废宏泰这一番话 他现在赶快说 我不是讲说安倍晋三是拜登的狗 是硬拗吗 这个话当然引起非常大的纷争 所以为什么废宏泰要赶快改口 先帮废宏泰讲讲话啦 因为他说呢 他讲的这件事是去年六月 蔡总统在拜登挨到 这个宠物狗的推特 以下的留言 然后呢 但是呢 他并不是指说这一次的这个时间 但是呢 我们帮大家整理了 就是他这一次 七月十四号的整体发文 他前面先提到了降半期 后面就提到了悼念 再加上拜登的狗 还说有将近一万个人的 这个家属的这个过世 那结果呢 现在也被网友去质疑讲说 你这个时间错字 跟整合的能力也太强了吧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首先他的质询在什么时候 今年的七月十四号 结果他说没有我举的是去年的事情 去年六月 整整一年前的事情 你说你现在来质疑 那一年前有任何降半期的事吗 没有嘛 这是第一个网友打链 第二个是什么 你说有一万例的这个国人 什么这个死亡的家属 老实讲 就说没有人会想要拿疫情 这件事来开玩笑 只要有一个人民的上升 我觉得大家都难过 可是呢网友也回来 看说如果你今天真的要讲 你的时间点是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国内的死亡人数是多少 可是那时候的总计数是五百四十九 那你怎么会到你执行的时候 把它变成叫做一万例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 当你现在在这个执行 当然我觉得费用太多 我们也认识他 我不觉得说 他如果今天真的是把这个 安倍晋三用这样一个方式来比拟 这是一个非常不恰当 而且非常失礼 甚至在国际上 我认为会引起非常大纷争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今天一定要去赶快去解读 说没有没有 我不是在讲他 我在讲另外一件事 所以我就讲出 他当国民党今天用这种方式 不断 现在在选举 如果你今天内部在这种所谓的领导上面 对于这种国际的议题 你能一点点 不要讲敏感度 我不敢讲说国民党很敏感 因为看起来他神经是很失调的 你知道吗 可是他把所有的力量 都拿在这边互斗 或者斗别人 或者是怎样 然后你再告诉大家讲说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美好的未来 对不起 我认为飞翁太这个话 你怎么去自圆其说说 没有我是讲去年那个时候 那这样办其是怎么回事 那一万例又是怎么回事呢